小妖往火堆里面又扔了几个小树枝 引得篝火的火苗忽上忽下 硬得篝火旁的美人美伦美奂 不似人间 小妖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歌谣 这首歌 还是她当初在山里为了勾引肥腓唱的 却不曾想也引来了毛球和香柳 而这一事 香柳还没听过 就在现在 她想唱给它听 君若水上风 妾似风中莲 缘和余声愿与君指首 长相守 不分离 唱到最后的时候 小妖脸颊红红的 忍不住偷看了香柳几眼 也不知道香柳听懂了没 香柳觉得她心里有一团火在燃烧 暖了她的人 更暖了她的心 海风吹来 冬日的夜晚已是十分寒凉 但是摇曳的火中光 有一人得意洋洋 神情灵动羞涩 歌声直入她心 那天夜很美 海风也温柔 我看着篝火旁歌唱的你 爱了一回人间 小妖唱完了歌 脸颊红扑扑的 一双大眼睛亮晶晶的看着香柳 香柳眼里 常年冰封的淡漠一点点散去 却依旧不敢直面这双满怀期待的双眸 她仓促地移开视线 垂下眼瞼 掩饰其中的情绪 香柳没有给小妖回应 却是问起了另一件事 上次你来信中写的冰晶房剧 是想做成什么样式 小妖拍了拍脑袋 她真的是被美色冲昏了头脑 这么重要的事情也能忘得 这次说不明白 下次再见 项柳又要一个月以后了 小妖的神情立刻变得正经起来 项柳 我能感知到娘亲和爹爹并没有死 他们在等我 你知道汗拔吗 项柳回问道 你是说赤水之北的那片千里荒漠 小妖点点头 就是那里 当年我娘解开了身体里面封印的太阳之力 爹爹为了救娘亲 用上古神气盘古弓 以心换心 我娘才活了下来 变成了荒漠里面的汗拔 而我爹为了守护我娘 身体化成了荒漠里的一片桃林 香柳 爹爹和娘亲都在那里等我 我一定要去找他们 随后 小妖又有点丧气地说 可是那荒漠是月亡里走温度越高 都不用说我现在这个低微的灵力 就算是我全部恢复了 我也没法坚持到娘亲面前 上一世是父王护着她去的 可是最后父王也因此而受了重伤 并且落下了病根 久久未曾痊愈 还一度有碍受数 今生她只想好好孝顺父王 不想父王再为她受伤了 向柳明白了 所以你才想做一件以万年冰晶为材料的护身防具 用冰晶里面的极寒之气来抵御沙漠的高温 小妖连连点头 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不是一件 是两件 小妖又说 万年冰晶的寒气逼人 灵力低微的人碰一下都会受伤 而那荒漠又有为的特殊 所以我希望这件防具可以通过感知到外部的环境变化而提升她的防御能力 上一世的大度 小娃娃就是香柳亲手做的 扶桑属木 冰晶属水 香柳却完美地将此二物结合在一起 让即使没有灵力的人去触碰也不会受伤 在小妖的心里 再没有比香柳更合适的 能帮她设计这个防具的人了 香柳知晓了小妖的想法 并未多言 就像她没有问小妖是如何感知到这一切的一样 她也没有问小妖另外一件冰晶防具是给谁准备的 她只是轻轻地点点头 却并未说明什么时候会设计好给小妖送去 小妖也只当作她这要求颇多 香柳需要时间构思 设计 弄好了 自然会给她 所以也并未多想 小妖离香柳坐近了一点 抱着她的胳膊 脑袋搭在香柳的肩上 一如在玉山的那个夜晚 两个人一起眺望着海面上的角角明月 不知道过了多久 明月出海边 悬挂云海间 清仙面纱 万里清灰 清晰而下 月光淡淡 星光点点 小妖似乎是被这天地之间的绝美景色震撼到 眼神逐渐迷离 沉浸其中 她听见香柳说 小妖 看着我的眼睛 香柳的眼睛比月亮环美 散发着瑰丽宝石的光芒 里面还有一个吸引人的漩涡 她看着香柳的眼睛 听香柳说了好多话 但是她好像一点都不喜欢 但是香柳很执着 一遍一遍地讲给她听 还逼着她不断地重复那些话 她不开心 不想听香柳的话 香柳就用那双比星星还好看的眼睛蛊惑她 她乖乖地说的好多遍 一直到最后她可以完全不用思考的就把那些话流利地说出来 香柳终于满意了 最后她听见她说睡吧 小妖看不到的是 香柳望向她的目光里浓郁到极致的温柔和珍惜 回春堂 香柳把小妖轻轻放到榻上 深情注视良久 终止是在她的眉心轻轻吻了一下 小妖本就长了一张美得让人心惊的脸 微张的红唇还在呢 难得喊着 香柳 别走 香柳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一只大手左右撕裂着 她不敢再听 也不敢再看 再看下去 她怕她真的就走不了了 香柳用手掌轻挥出一道灵力 散在小妖身上 小妖终于沉沉睡去 香柳中走出屋子 站在门前 久久挪不动脚步 舍不得离去 天空中 有细细碎碎的小雪花在随风飞舞 缓缓飘落 慢慢铺满了回春堂的整个庭院 暗指飞速朝回春堂奔来 她和听兰 被一伙戴着面具的人引开 脱身后便寻王姬殿下不到 如今又找回回春堂来 打开门一看 王姬在踏上睡得正香 此时 屋外 那在空中旋转飞舞许久的雪花 终是缓缓飘落下来 雪 停了 小妖 玉山桃花林内 你不行款款朝我走来 告诉我 你是小妖 从那日起 你就开始入我的梦 梦里你是小妖 也是小六 也是我注定求而不得的人 小妖 我从未告诉过你 我第一次见你 是在清水镇外的西河河畔 那时你灵力低微 又哭又笑 我不仅羡慕你 生动鲜活的情绪 还有接近你 时不知从何 生出的清净之感 后面大山里面再见 那感觉更甚 没有来由 看见你的眼泪 变绝烦躁 看见你笑 我的心情也会明媚几分 我送你去轩辕城 并非只是顺路 而是专程只为送你 后来 我让毛球绕着轩辕城 飞了三圈 都找寻不到你的踪迹 却不想因此与你在玉山重逢 在玉山 我们饮酒赏月的那个夜晚 一切的迹象 都告诉我你不是小六 可是却又始终感觉你就是他 因为你靠近我时 和我遇见小六时那感觉一模一样 这感觉我不知来自于何 却在一次次的接触里 让你走进我的心 回春堂里 你说我是你心中最重要的人 那时我已不想顾及你的身份 目的 只想留你在身边 但是碧君的出现 瞬间就让我明白 我们之间没有未来 小妖 你是浩灵王姬 是轩辕王姬大将军的女儿 是王母的徒弟 现在还是明满天下 受人尊崇的西林公子 你是这大荒内 最尊贵的女子 神族的寿命何其漫长 刚刚成长的 你又如何知道 何所谓一生 如此美好的你 胸怀苍生的你 我怎么舍得从此 把你禁锢在身边 跟我一起 困在那深山老林中 重复地去过一日又一日枯燥的生活 你应该去看更美的风景 去领略更美好的人间 去施展你的一身衣术 去实现你的抱负 也去遇见一个更爱你的男子 而绝对不是跟我一起 等待一个必死的结局 小妖 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 我希望这道光 在这世界越发光亮 散落在这红尘 照耀更多的人 你那一句振动我心的话语 是对我整个人生的救赎 被这样光明又美好的你喜欢 是我今生做的最美的一个梦 而我亦曾短暂地拥有过你 昨晚海边 那些美好的记忆 就留给我一个人回忆吧 辽工余生 已然足够 就像你唱的歌 长相守 不分离 应有一人与你长相守 不分离 只是 这人绝不该是我 小妖 忘了我 清水阵外东边的大山里 向柳戴着银色的面具 从林中走出 朝银杖内走去 身无常物 只于一枚精致的小海螺 悬挂腰间 在阳光的折射下 意义光亮